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影片算是休閒影片 先前已經有Follow我玩二之國遊戲第一天的心得 還有初步的禮包推薦了 還有一些玩家們是有跟我講說 除了第一部影片有推薦這個簽到通行證 還有每日福利的這兩包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是推薦適合購買的東西 那我這邊的話就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個 當了這個盤納的心得 我們這邊首先第一個 心境冒險家熱銷禮包 你的心帳號就有7天是可以購買這些禮包的 除了左邊這個皇家幻影禮包之外 其他三包都是可以買的 這個給各位玩家當作個參考 反正我就課了嘛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初心者組合禮包 這個組合禮包呢 資金購的玩家就全買 只是這個背包擴充禮包他彷彿像個打不死的蟑螂 他竟然總共的話他總共有4階禮包啦 我前三階都已經買光了 第四階段目前背包還夠用 所以暫時先沒有買 不過這個應該是永久的啦 應該是這個買完他就不見了 其他的這些東西啊 像我們禮包這些都是可以買的 再來三天的幸福 因為這個東西你有白頭鞋嘛 白頭鞋這個實在太可愛了 他充滿了幸福感 你可愛你就買吧 這個 給大家當作參考 然後再來鑽石回饋這個東西啊 玩家們就花他去吧 這個東西你在7天之後 你也可以回饋你當初花的鑽石錢 重點的話我們是可以獲得 地級性的這個防護耳環 然後還有我們7天內可以獲得額外的補給品 像我們的藥水跟我們錢還有布丁 這個東西是一定要買的 然後接著是連續購買的部分 連續購買這邊就請看各了你自己的需求 那我們先講一下 第四階段的這個東西啊 他這個 重點其實不是強力項鍊 強力項鍊這一個東西 你在打原野手裡一網的時候 他是會掉的 重點是我們的飾品研磨技 這個東西你看喔 我們只要花200的鑽石 他就可以換二星的20個 所以這個CP值非常高 像我自己其他第一階段啊 我這邊是直接買豪華禮包1 豪華禮包2 豪華禮包3這邊你的coco go的玩家是可以 但是這個東西各30個 我覺得碰你一下就沒了 主要是我們先到通行證 他這邊給了這些的 像我們的裝備啊 或者是我們的販售抽有沒有 這些東西其實就已經是等同的價值 而且還便宜非常多 所以豪華禮包 真的有缺錢 還有我們的鑽石的玩家 這個是可以考慮的 但其他的話請 控制住你的手說 接著是來講一下美日禮包的部分 美日禮包前面如果你已經有買千道通行證的玩家啊 像我們左邊這邊美日的換售跟裝備 這些東西都不用去碰他 除非你真的有需求你再去碰吧 真的控制不了手說的玩家 你就克吧 克之果嘛 然後再來我們的這個 美日裝備升階禮包啊 因為裝備升階禮包這個他獲得方法 畢竟值得我們美日的活之寺院嘛 我記得好像有些任務可能會送 但資源真的沒有很多 所以這個東西是可以推薦的 真的有需求急著要升階的玩家 這個是可以買的 然後再來像我們的這個美日禮包啊 完全不推 寶箱這邊 新幣寶箱 缺錢的玩家可以 然後其他的東西看需求 貿險家禮包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都看看就好 我們的這個成長禮包啊 像這個升階的有沒有 這個 也還ok 但是一樣是看需求的 因為神階石真的很難取得啦 然後接著這個任務達成福利 這個 這一排整個禮包 想認真的 應該是都必須要買啦 但全部加起來的話就破萬 然後再來一個是我們的這個地區達成禮包 有一個復古腳踏車琥珀 這個待會坐騎那一邊會一併來做說明 貨幣這邊就其他都看看就好了 所以這是整個目前就是推薦的禮包這樣子 接著是限時禮包的部分 這個禮包啊只要低於台幣700塊 都是可以考慮的 他的CP值確實是蠻高的 但是限時禮包他的曝光率真的很高 就是常常都會出現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就是你買不到的問題 這個遊戲是目前堪稱就是 應該是禮包 禮包之國啦 禮包非常多 所以 不用擔心遇不到禮包 通常就是你不想買的時候反而禮包就更多 所以靜觀其變 可以慢慢考慮 接著來講一下座騎的部分 主要的座騎你的戰鬥力是100%套用中的 其他的座騎是只有三層的戰鬥力是套用中的 然後復古腳踏車這個是那個地區禮包他會送的 剛剛有提到 然後白頭鶴是那個三天的幸福 這個剛剛也有講到了 不過有個地方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 腳踏車他主要的效果啊 是提升防禦力HP還有那個暴擊抵抗 這是他的屬性 但是每一隻座騎其實給的屬性都不一樣 像白頭鶴他提升的是我們的HP命中和迴避 這是特別的效果 然後還有烏打達 烏打達這個是那個開伏的東西 我們這邊的話是有提升防禦力HP和命中 所以簡單來說玩家們你的座騎越多 你額外的復古性的效果也越多 這個是還蠻現實的東西 你看喔其他這種副座騎他還是有提升三層的戰鬥力 所以累積下來也是非常可觀的 以後如果有些座騎的東西真的有比較多的 玩家們都是可以慢慢做考量的 以上就是我當盤子買禮包的過程 幾個推薦的禮包有分享給各位 那簡單的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PonPon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